青海京县九层妖塔 专家在进行挖掘时 意想频发 只挖了两层就停止了 根据出土的各类文物 推测该墓 或是成吉思汉的墓穴 据传闻说 它死后被埋在了九层妖塔之中 主要是为了镇压塔中妖魔 故意放安宁 大多传言都不可信 但是九层妖塔 确确实实发现在了青海地区 这座墓 确实是成吉思汉的墓吗 其中都惊现了哪些意象呢 专家为何挖了两层就停止了呢 在1996年的时候 一支考古专家队来到了青海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 由200多个墓穴组成的墓藏群 其中最引起人们关注的 就是位于正中间的那座高塔 而当地人将它称作九层妖塔 后来将它命名为 雪位一号大墓 随后就将这里保护了起来 在2018年的时候 国家组织了考古队 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工作 考古专家在挖掘的过程中 发现它的形质十分的特殊 与我国之前已经发掘的墓藏完全不同 它的结构是形质 在考古专家们将墓藏上的风土清理完成后 发现其下面立着一个金字形的墓塔 塔身全部都是由千年摆墓 并用切割整齐的石块累积而成 并且这个塔一共有九层 每一层上都刻着神秘的语言 这样的墓藏结构 十分符合大蒙古代的墓藏形式 所以如此特殊的墓藏形式 其墓主一定不简单 或是蒙古的某一代帝王吗 这不仅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好奇心 随着逐渐的挖掘 他们发现 盖墓藏的每一层都有现代三层楼那么高 并且每一层的格局构造也均不相同 考古专家们在墓藏前两层的清理挖掘中 发现了很多动物的干尸 根据当时的统计 大概有700多具动物的骸骨 在第一层中还发现了各种珍贵的文物 但是就在挖掘第二层的时候 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 让考古队员们摸不着头脑 从第二层中发现了一些丝绸衣物 但是当他们的手一触摸上去的时候 这个丝绸衣物的色泽立马变得灰暗了起来 只要他们远离时 这个衣物就立马恢复了原样 但是考古队挖出动物残骸这件事 在当时引起了不少的舆论 很多当地人认为 这座墓葬就是用来镇压妖物的 不能被破坏掉 还有一些不合乎常理的事情频频发生 再结合当时的种种传说 考古队在挖掘进行到中期的时候 当地人害怕他们对药塔的考古挖掘 将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所以每次在该处进行阻挡 而这更是给当时的考古工作 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所以当时的考古挖掘 据惨遭中止 到2020年的时候 药塔里面的一件 罕氏珍宝被发现 又一次开始了 对该墓葬的考古挖掘工作 这个罕氏珍宝究竟是何物呢 为何又重新开启了考古工作 据说这个罕氏珍宝 是一件镶着御松石的金像 根据当时流传下来的故事当中的描述 当年的成吉思汉到此地征战的时候 他的胸前就带着类似金像的装饰 而这不禁引发出了人们的猜测 这该不会真的是成吉思汉的木吧 正在此时 考古队员在一个大约一平方米的小山上 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珍宝文物 有黄金 珍珠 水晶 绿松石等 要知道 这些文物在当时并不是当地原有的产物 西风阁和蒙古的极为相似 并且摆放的位置也有十分重要的寓意 考古专家们将这些沾满泥土的文物 带回了文物修复室 并经过了仔细的提取 在考古队员准备清理另一边的封土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大批的古碑 再将它们全部挖出后 专家经过仔细的研究后发现 这些均是一些人类的尸骨和战马的海骨 这一发现 让考古队可以基本确定 这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墓葬群 但是让专家疑惑的是 为何会有这么多的海骨被埋葬在此地呢 据说 当年的成吉斯汉死后 由一千人组成的骑兵队 专门负责来埋葬他的尸骨 或是这一千人全都被扎光陪葬了 随后专家们在文件的修复室中的文物中 发现了一条从未见过的文物 该文物是一条 两头镶着绿松石金链 和人三条盘结 每条长八十厘米 重量大约有七百克左右 就在考古队员们准备挖掘第三层的时候 当时的青海下起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大雨 而且当地的人们还是阻挠不已 在这种情况下 考古队的工作耽误了将近一个多月 可是当地的人为何数次阻挠考古队员的工作呢 当地的人们认为考古队对此地进行挖掘 实则是在破坏妖塔的封印 这会让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都跑出来 那么他们的后代岂不是世世代代都要受此磨难 在大雨过后 土地上出现了五条裂缝 考古专家们认定 这下面一定还埋葬了很多东西 他们便顺着裂缝向下挖掘 随后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坑 里面有八十七匹战马的残骸 当地的人们却说 这是埋葬妖魔鬼怪的风洞 专家们在看到这些海谷的时候 也是浑身冒冷汗 随后 经过他们的仔细勘察后发现 这些均是古代极为罕见的汉血宝马 史书上曾经提到过 成吉思汉曾杀马以示敬畏 在之后的挖掘中 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几粒早已被风干的葡萄籽 这一项发现 对他们的进度有着重大的意义 根据史书记载 葡萄产自西亚地区的 而在这里发现的葡萄籽 或许是成吉思汉曾经打到了西亚地区 从那里带回来的呢 经过自己的盘点后发现 该墓穴从开始挖掘到现在 其中共挖掘出来的文物 大约有一千多件 在数次的勘探后 专家发现 这个墓葬的所属方向是蒙古方向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 成吉思汉曾将北部所有的游牧民族政府 建立了大蒙古帝国 在随后的挖掘中 还发现了大量的金器 并且制作十分精美 还在泥土下发现了一个仿制物 但已经不成样子了 专家极其小心地将它转了过来 但是接下来的景象 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刚才脏了巴基的东西 瞬间变成了金子 在这之后 他们还发现了青铜铠甲 其厚度大约有四厘米左右 这样的铠甲注定了它的主人一定是一位帝王 随后 还发现了一副铁制的铠甲 但是这两副铠甲 由于环境的原因 已经被腐蚀得很严重了 并且在现场并不具备提取铠甲的条件 随后便将它运了回去 这之后 更是出土了一件让专家们意想不到的物件 有着八层的红旗甲 并且每一层上都镶着金 要知道 在中国之前所有出土的文物中 从来没有这样一副铠甲 随后专家们经过的科学的检测后发现 这座古墓是距今为止发新的最完整的古墓 也是墓室最高规格的墓葬 考古专家们为何仅仅挖了两层就不挖了呢 这座古墓流传了什么样的诡异事件呢 根据当地人的诉说 曾经西北地区的军阀马不方的手下 在此地发现了一座古墓后 向他汇报说道 里面肯定有价值千金的宝物 随即 马不方便带领军队前来查看 他们凭借着自己精良的装备 几乎没用多长时间就将古墓打开了 随后他便看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看到如此震撼的场面 马不方顿时高兴极了 赶紧命令手下将里面的宝物全部搬了出去 他们当时那么多的手下 用了五天才将里面的宝物搬完 可以想象到当时里面的东西应该是数不胜数 但是人的贪念一起就杀不住了 在尝到甜头后 他迅速让手下继续挖掘 但是在他们向下挖的时候 并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他们眼前全都是动物的海骨 当时便有人向马不方提到 不能再向下挖了 再挖下去肯定要出事 若是将里面的妖魔放出来 就酿成大祸了 但是马不方怎么会听呢 一心想要更多金银财宝的他 没有丝毫停止挖掘的意思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让他大跌眼镜 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刚开始 是带头挖掘的人 开始出现了精神混乱的现象 他们总是在深夜的时候 在营地里面走来走去 嘴里还神神道道的 不知道在说着什么 还有士兵在墓穴里面的时候 不受控制的四处开枪 随后还拿起手枪 朝着自己开枪 种种恐怖现象 吓得马不方急忙逃离了此地 连挖掘出来的宝物 都没来得及带上 就仓皇逃走了 在一个月后 马不方竟离奇去世了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所以在当地人们的影响下 以及该墓葬的结构 确实比较特殊 若是继续贸然挖掘 将会对墓造成严重的破坏 并且当时的挖掘手段和保护文物的方法 不足够成熟 所以考古人员在挖掘两层后 再也没有向下挖掘 该墓是否是成吉思汉的墓 还有待探查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